这个农村大院正在进行一场还人仪式 王婆先是点燃福祉 给病人喝下一碗神仙水 再对着指人念念有词 床上虚弱的病人立马好转起来 王婆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大仙 村民有疑难杂症都会找他 据说在邪门的病 他都能治好 不过收费也是出奇的高 一次需要一万 这引起了两个大学生的注意 丁兴和刘梦是导演系的学生 他们正好要拍毕业纪录片 但并不想拍无聊的作品 听说了王婆的事情 决定上门一探究竟 来到王婆家 门口聚集着一群想要算命的村民 得知需要排队 两人并不想等 于是通过他们的提示 直接来到王婆还人仪式的人家 此时王婆的仪式已经进行到一半 只见他给病人喝下服水 将指人拿去焚烧 而角落里一个男人正将钱递给王叔 旁边的村民告诉两人 还人仪式就是医生治不好的病 找神婆去写 不过这里的村民一般都找王婆 待仪式结束后 丁兴找到王叔劝说他接受拍摄 通过交谈得知 王婆年轻时生了一场大病 在大仙的还人仪式后好了 于是便拜对方为师 不仅能够驱邪 还能预知未来 因为这行比较偏门还很能赚钱 于是王叔辞去工作当起了跟班 第二天一早 他们接了一个新伙 去大山给一个女人驱邪 路途遥远 山路也不好走 他们直到傍晚才到达 大庆领着他们进屋 因为姐姐成立中邪后 他们一直居住在这个废弃的度假村 姐姐白天看着与常人无异 可一到晚上就仿佛被脏东西上身 所以每晚大庆都将他锁在房中 姐弟俩给他们做了一桌好菜 可王叔却发起了脾气 原来是做单数的菜不吉利 王立赶忙去厨房再做了一道菜 大庆也拿出准备了好酒 王叔才歇了脾气 在了解成立生辰八字后 王婆说道 饭后大庆送姐姐回屋 看着她走进房间后 直接将房门锁上 说出了几个月前的事 原来陈丽的丈夫无意中弄死一只刺猬 紧接着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先是丈夫车祸去世 紧接着王立滑胎 嘴里一直念叨着死去的孩子 王婆连连点头 这就是第一个 还是个四个 所以发现你姐姐走 那是一千年还是没有错 还说第二天必须为她驱写 不然性命难保 晚上 陈梦看见王立一个人抱着娃娃 在窗户前游荡 她鼓起勇气带着相机出门查看 却发现走廊根本没人 而王立所住的房门也没被打开 第二天一早 她将晚上拍到的视频给丁星看 他们既害怕又兴奋 还是决定一探究竟 趁着吃早饭的间隙 偷偷溜进陈梨房间 在她床上发现一个布娃娃 陈梦抱起娃娃 就在这时娃娃突然发出声响 吓得她赶紧扔在地上 吃完饭 她好奇地询问王立被上身的感觉 对方却说被人控制 记不起发生什么事 丁星不幸 认为这只是精神错乱 而大庆则坚决认为姐姐是中邪了 因为她嘱咐过自己 要在明晚前杀了她 不然她又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还人仪式开始 王婆先在红纸上写好文书 将点燃的香插进香炉 拿着扫把跳起了大神 就在这时 床上的王立突然呼吸急促 一把掀翻桌子 死死掐住王婆的脖子 大庆赶忙跑过去将她抱住 王婆摊坐在门口 她告诉大庆事情比较棘手 需要师兄的帮忙 丁星从王婆的反应中 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 悄悄在对方房间安装了摄像头 他们在电脑上看着房间的监控 王婆一直以来装神弄鬼 可这次遇到硬查了 于是找了个借口离开 丁星他们也跟着一起 四人开车没走多久 轮胎突然破了 无奈他们只能返回再住一晚 大庆打电话叫人休车 但第二天十点才能赶到 晚上两人又看起监控 却发现了另一个秘密 逃跑不成的王婆夫妻俩 由于钱财瓜分问题吵了起来 老王嫌弃王婆不能生育 想离婚单独过 争吵中说出他们驱邪的秘密 原来王叔偷偷给人下药 而王婆则通过驱邪的方式 让人服下解药 他们曾经还因为下药过量 害死过人 屏幕前 听到这个消息的两人 想赶紧跑步 无奈天黑又没有交通工具 他们只能决定再住一晚 离奇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深夜 这个女人抱着孩子站在窗前 下一秒突然闪现在监控中 只见她走到窗前 举起菜刀对准熟睡的男人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拿着的菜刀缓缓放下 半夜丁心起床上厕所 经过王莉房间 发现房门还是被锁住 可在她回来经过楼梯拐角时 王莉出现在台阶上 她弯腰捡起掉落在地上的菜刀 受到惊吓的丁心顿时往回跑 可以回头却发现并没有人 第二天一早 她将房间的监控拿给大庆看 对方崩溃地抱住头 求王婆舅舅姐姐 他们往陈丽房门口放上符纸 紧接着陈丽开门出来 暂时清醒地她把陈梦叫去后山 告诉对方自己越来越不受控制 可能熬不过今天 叮嘱他们天黑前一定要离开 并且远离王婆夫妻俩 下午 修车师傅还没过来 王婆催促大庆在打电话问问 但此时电话居然坏了 大庆只好骑车去镇上买门开自己修 王婆认为他们被厉鬼盯上 只想快点离开 站在路口焦急地等待着 而大庆的电停车路上没电 直到傍晚才回来 经过一番折腾 终于换上了新的轮胎 他们一行人刚上车 却发现发动机也坏了 根本不能打火 此时王婆再也控制不住 和王叔争吵起来 天已经完全黑了 陈梦跟着大庆来到姐姐门口 刚开门却看到这样一幕 大庆抱着姐姐的尸体痛哭 闻声赶来的王叔想要上前 却被他一把推开 晚上陈梦找丁星陪他上厕所 回来时却发现 王莉经常抱在手上的娃娃 此刻正挂在门上 和他的死法一样 被吵醒的王婆夫妻 披着衣服出门 也被眼前的一幕惊住了 赶来的大庆看着众人 大声质问是谁挂上去的 他们赶忙来到王莉房间 却发现他的房门被人打开 原本的尸体也不见了 他们一间间屋子找着 这时死去的王莉突然出现 举起菜刀将大庆砍死 听见声音的众人撒腿就跑 慌乱中陈梦发现丁星不见了 他鼓起勇气往回走 经过楼梯口 却发现挂在房门口的娃娃消失了 出现在了房门口 这时另外一个房间传来丁星的声音 他赶忙走过去 但里面空无一人 声音是从电脑中传出来的 他顿时失声尖叫往外跑去 在树林里看见死去的大庆 又被逼回屋里 这次碰到了王婆 两人说着逃跑的经历 这时王婆突然变了脸色 用手指着他说 紧接着大庆从王婆身后窜出 两人又是一番逃亡 在路上碰到受伤的丁星 于是结伴离开 另一边 逃到路口的王婆碰到了王叔 他指责王叔丢下他自己逃跑 两人扭打起来 但这次王叔决定不忍了 趁对方不注意 举起石头就往他头上砸去 一下两下 随后打开车门想要开车离开 此时车内的王立早已等候多时 他举起菜刀将对方砍死 这一幕恰好被藏在草丛的两人看见 并且姐弟俩也发现了他们 在逃跑的路上 陈梦的腿不小心被夹住 丁星用尽力气却无法挣脱开 眼看兄妹俩就要追上 于是丢下陈梦独自逃走 事实上 这只是兄妹俩的阴谋 当初王婆下药害死的 正是他们的母亲 为了报复对方 所以假装中邪策划了这场谋杀 而王兴由于生死关头 独自逃离 一直生活在愧疚中